谈谈恒生指数贵检 刚才也提到一点点 因为今天收市之后就会出路 这次大家为什么这么关注呢? 因为会是首次反映 就是大规模改革方案的内容 刚才提到他们最终目标 就是要有100个孩子成分股 出千个目标就是明年80个 所以大家估计 其实今次贵检 应该会正增加5个蓝筹 去到60个 说正增加可能也会有点剔除 所以新贵有多少个都不知道 但是名单很长 我简单说有些市面上 现在普遍觉得的大叶满 看看你认不认同 或者你有没有自己其他心水 好像最热的大家常常提的 就是京东9618 网易9999 华润啤酒 李宁 中国飞鹤 碧桂园服务 信达生物 中心国际等等 你自己有什么想法 当然这些都是一些潜在的 被流浴的一些股份 有机会 因为其实 如你所说 今次的看法 大家都知道 就是资料上 下年年中80 只有可能100 即是你每次去计算 如果当成80先 其实下年年中80 即是现在每一次 大家照很简单 数据去除 每一次要至少加5个 所以今次也预认了有这个机会 可能选5个 甚至乎 刚才说了一点 就是现在的改革方向 除了1个数多之外 业务的覆盖都多了 有很多不同 很多行业都可以 甚至乎也缩短了 没有说要一定上市多久 才可以流浴 即是这些很多 弹性上是多了 所以自然来说 其实大家很容易去看 就是大胜的 不一定是很大机会 所以刚才说这些 譬如你说是京东也好 或者是网易也好 甚至是拉多水肥皮 比亚迪这些 全部都是偏大胜的股份 又或者是新经济类的股份 那一定是有一个大胜在 所以我觉得今次 其实要捉 你可以说二又可以 但是说难又可以 因为很多选择 没错 所以又可以说难又可以 很多选择 所以我觉得你说 好不好借着这一刻 去博一个所谓的 掩蓝因素 譬如今天买定 博收市后公布的结果 我觉得难的 因为刚才只是Irene 那样数 可能简单 大家也觉得有 起码数到五六只 其实还有很多只有美国 没错 大家一般的省 有没有那么多的资金 买那么多只 这个是没得那么捉 那变相我觉得 反而今次要捉 掩蓝这件事 不是说太大的效果 因为如果以前来说 你可能公布结果的时间 其实可能每次 只有一只两只 那如果你真的 假设要追要成的 可能中的 就是资金放进去 放进某一只股份里面 会多些 而且如果你说 即使真的生效 即使是成事 中了也好 那你原本那两只 那相对牵涉及被动资金 可能就会集中 在这几只股份里面 这支机构的基金 但是如果你说今次 是这么多只的时间 那每只会分散了 那虽然我想 那个炒作的效果 就是炒作 掩蓝这件事 其实今次个别股份 身上来看 未必或真的太过明显 还有我想也是那句 其实炒厌 掩蓝这件事 其实只有一两下 我觉得之后 股价是否会再强 还是怎样 其实很正路地 都是看基本因素 还有估值等定因素 那譬如 不要说远 对上那次 掩蓝的海带路 入了蓝售之后 其实股价也是跌到 大家都有点害怕的 所以我想 反而这些是重要一点 所以你说 买不买的最股份 是否会选择下去 我觉得看回长远的前景 如果觉得有增长 反而公布完之后 才找位买 我觉得都OK 所以又不需要 一下子 一定拼今天去掩蓝这件事 而是慢慢坚持下去 这是 anywhere 哪里 不可能 哪里 医师 是